他很純熟的仇 好像現在的鑑膏 給了很多鑑膏 現在都沒有太多 他們有腰馬 黃純良的腰圍 現在很多人都走了 我見到很多鑑膏都沒有 那這種腰馬呢 黃純良是否跟葉敏不關來 還是他自己練習? 當然 葉敏經常用拳圍在腰燈 黃純良說 你看現在的鑑膏很少 懂得動手 不懂得蹬腰 就是腰馬 你一齊的就要 腰馬腰 用手搶一齊睡 這樣才是重的 因為他們不… 要靠我肩膀 他沒有鞠了力 或者怎樣 我不信任腰馬 我認為他不是很多教教可以有腰馬 他在玩拳的時候可能還要做太多 發肌我不癢 筋腰馬 這樣就有了 你很多人那些毛 根本不懂 我見很多人 就模仿你們前輩這些 但是用手就不是用腰馬 即是用手坐 根本根本是錯的 有喬手 有靈腰 有靈腰 那些靈腰不是針腰 有些馬不動 只是靈腰去靈腰 就扭屎根花 就用力 不是坐馬 不是坐馬 坐馬 腰動就是扭屎根花 你要一齊動 就是坐馬 整頂一齊才行 其實你怎麼用力 就是這部分 就是你怎麼問 我沒有選擇